好 回到国内 高雄检调部单位呢 为了要调查八八风灾的这个善款流向 竟然发出去了四百封的通知书 传唤超过四百多位的那马香阿山的这个居民啊 下山去接受调查 他们一定搞不清楚这个路有多远 我去过 上去 哇 那个路要开好久好久 在山区里面 而且那个路都被冲断之后 坑坑巴巴的这样颠到山上 腰都要痛死了 来回这样两百公里的山路至少要花掉八个小时的车程 居民就痛批检调说 你为什么不能够主动上山来调查 我们这么多人在山上 通通要下去吗 但是高雄地检署呢 跟发出通知书的高雄试调处 却是互相踢皮球 完全不回应 狭窄的山路坐在车里非常的颠簸 这是高雄那马下山区唯一下山的路 坑坑洞洞 有够难走 到处都看得到土石摊坊 这么难走的路 但高雄检调单位竟然发出通知书 要求四百多位那马下居民下山配合调查 居民骂翻天 山区里长说 几乎家家户户都收到通知书 要下山配合调查 实在非常夸张 不知路况有够差 看看诊断路程 从那马下经过甲仙 到骑山再到市区的检调单位 单程就要一百公里 一趟车程四个钟头 但检调根本不管 全换四百多人 大家都得从那马下来回颠簸两百公里 根本是扰民 也痛批为何检调不能上山调查 方便猜民 不过询问检调单位 高雄地检署解释 虽然是检察官只会侦办 不过这是高雄市调处发出的通知书 检方不知情 而市调处发言人也闪避不回应 四百多位山区灾民 生活非常困苦 还要被检调 通传折磨 这种调查方式让人不敢领兆 中期文章 博士高梦卓 高雄报道